今天要開箱了一件超帥的襯衫外套 哈囉大家好我是樂樂 今天的主題就是五印良品 因為我自己本身很喜歡日系簡約的風格 然後相信喜歡五印良品的朋友 就是一定知道他們家的風格就是走日系簡約的感覺 而且相對一些日系的品牌還有一些選貨店 我覺得五印良品算是性價比比較高的商品 簡單來說就是CP值還蠻高的 而且在台灣的話因為到處都有門市 所以很容易購買 但我今天要說的是木具Label這個系列 什麼是木具Label呢 它是五印良品就是實驗室 作為一個設計概念的支線 然後這系列它保有五印良品 一直以來都有的就是術式還有簡約 這兩個很關鍵的因素 然後它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它會特別著重在於剪裁的部分 然後像是 1010它會做的比較立體 然後衣服的材質的選用部分也會比較不一樣 然後它會嘗試比較像是實驗性質的風格 簡單來說可以這樣想 就像是Nike跟NikeLabel的關係這樣 這次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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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帥 它是一件黑色的五印襯衫 然後它還有出牛仔布 然後跟白色橄欖綠 還有黑色 一開始我最開始是看到白色 但是後來覺得白色容易髒 然後再看到一件黑色我就超喜歡 就直接買了 然後它的價格的話呢 價格的話是 台幣是 有看得到嗎 台幣是2390 那其實它 我覺得以五印兩品來說的話 它其實算是比較貴的一件單品 那Label系列的話 它比較特別 它只有分兩個尺寸 一個是S到M 然後另外一個是L到XL 那我這件的話呢 我是買L到XL的 然後因為我本身呢 是想把這件當外套穿 當外套穿的話 實穿性比較高 然後它背後 它做了一副 可以像掛在掛鉤上的一個設計 那個這個你在更衣室的時候 實穿衣服其實真的超級方便的 就不用把衣服這樣挽掉 你可以直接掛在那個更衣室的掛鉤上面 官方的說法呢 是說Label系列 他們會 他們的設計概念跟方向 是以生活機能為主 然後他們會將生活機能 融入在服飾裡面 然後讓服飾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像我覺得它這個說法 應該就是像是 它說的可以像是掛在更衣室 後面這個小掛鉤 然後 像它這一件的話 它的裡面口袋這邊的部分 它其實是做封死的 然後可以再放一些小東西 還有它兩側的口袋 因為像一般襯衫不會做兩側的口袋 也要可以放一些東西 像這些就是一些 一般市面上我覺得 比較少有的一些細節 因為有做到這些細節的話 其實還蠻重要的 目前的話台灣只有四間門 就是統一版幾百貨 微風 台中 跟新竹巨城 蔡爾木巨Label 系列可以做試穿 因為它只有分兩種尺寸 所以可以去現場試穿 然後看自己是 比較喜歡哪一種感覺 然後我個人的話 是真的覺得還蠻值得一試 還蠻推薦的 雖然價格比較高 但是我覺得 它有它的 那個價值在 好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喜歡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是追蹤我們012關 到我們1次 3個人私訊我都可以 最後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這邊可以看上一部影片 然後這邊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這個影片 你應該不會有任何的 去做事情 決定的 就這樣 就行 確實在 每個角度 都是想要的 心配 從心中 心中 突然 突然 想要的 再次 想要的 難免 為何 不意 往下 突然 在想要的